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爹眼睛不好 是 我小的时候还好 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大字啊 也写得漂亮 一个姑娘家能写成这样可真不容易 让林华婶见笑了 我可写不了这样的大字 我爹写的 你不是说你爹眼睛都看不见了吗 不耽误写字 你看看 昨天你爹来我家我也不在 要是方便的话 我想到你们家去看看你爹 我们是邻居嘛 再说了 我也想求求你爹 给我写几个大字 我想送给在咱们这修整的梁市长 那感情好啊 那 那我今儿回去就告诉我爹 娘哥 让我爹来 我们家太寒酸了 没法惊人 对了 枫儿姑娘 你姓啥呀 我姓柳 柳树的柳 娘 说的咋样 啥说的咋样啊 你 你昨天晚上真喝多了 我不是让你去 那种事情哪能问姑娘本人呢 那咋办 找个没人去说 真是个不知道还嫂的东西 人家都二十了嘛 昨儿可是谁说的 他们爷俩是逃荒来的 是啊 是啊 他爷俩是从山西那边 躲小鬼子躲过来的嘛 山西哪儿啊 不知道 我问问啊 你要能问我自己早就问了 这种事情 事先不能让人家姑娘知道 万一人家姑娘已经许了人家呢 脸上都会挂不住啊 那我 先去做买卖去 好 刘 写给谁啊 写给我兄弟 你兄弟叫什么名字 叫李涛 李涛 李涛 你说 娘 我知道他们家住哪儿 你咋知道的 昨天我跟着他们来着 你小子不傻呀 你咋知道我要去他们家 走走走走 不是 你俩 你俩 你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凭啥刷弄我 谁刷弄你了 今天要没有赵先生 我就归了西朗 赵先生是我的贵 帮我挡了血冻之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芳儿 你这丫头 咋才出去这么大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字都卖完了 写了几封信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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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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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李祖高就是啥日子 你说你这孩子花这冤枉钱干啥 这冒诚把大字都卖完了 花 花 花 你咋不说话呀 爱 又爱欺负了 你就快吃吧 这是哪位来家里了 我这眼睛不好睡也看不见 还当你是我闺女呢 你 你快坐 你快坐 我给你倒水 你说这咋还吃上您带来的东西来 您眼睛看不见了 耳朵还挺好使的 多谢您夸奖 我咋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呢 我们以前没见过面吧 是她梨花婶吧 昨个我去您家的时候 骰子兄弟就说回头要到我这寒雪来看看 那骰子兄弟没一起来呀 您眼睛不好 您耳朵好使 心眼也灵 能猜得出来我是谁 真是她梨花婶 您这个声音 咋 您可千万别笑话我啊 我要是猜错了 您就当我全没说 您的声音 让我想起了一个老熟人 你不会是徐凤智吧 咋不是我呢 就是我呀 你不是说你死了吗 咋还活着呀 真的是你 凤儿 咋不说话了呢 只是眼睛看不见 又不是个哑巴了 说啥呀 我都老了 是不是头发都白了 没有 一根都没白 还跟年轻一个眼 真的没骗我 骗你干啥 凤儿那丫头啊 也说我没白了 我还以为是哄我呢 看来啊 我真没白 对了 昨儿个我去你家 见着你那两个儿子 你咋有俩一般大的儿子 我还问凤儿是不是双胞 凤儿说我长得不一样 一个是我生的 一个是邱香生的 就是赵府的四奶奶 你见过她 你呢 咋给闺女 起个跟我一样的名啊 还 还不是 心里想着我 就给闺女起我的名 也不怕你家我大嫂 不饶你 哪有大嫂 我 还没娶女人呢 没娶女人 咋来的闺女啊 简的 来 走走走 快吃 这是我亲手给你削的 加了好几分肉卤呢 顺子哥 这不太好吧 总是 总是白吃你们的 那今儿我一定要给钱 不能掏钱啊 一掏钱就见外了 咱是邻居啊 快吃 那谢谢你了 快吃啊 牛蛋 你小子跑哪去了 你回头看看 刚才来了四五位客人 我一个人又削面又收钱 你想累死我 你一削的面人家给钱吗 你小子 你出去偷懒 还敢笑话我 来来来 你看你看你看 我亲手给缝削的面 怎么样 削这么厚啊 要是我都不吃 你看他多傻 你别听他的 来 这个芳儿啊 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是啊 我要是不捡他 就被野狗给调走了 我怕他长大了难受 骗他说他娘生他的时候 就死了 谁知道他娘是谁 你说你干嘛不娶个女人呢 你眼睛也不好使了 娶个女人好照顾你啊 我这心里装着你 还能娶别的女人啊 心里装着我 那当年为啥不在里头等着我呢 你爹吓唬我说要报官 我想你从赵家也出不来 你说 谁承想你真的逃出来了 你说你不在里头等我也就算了 咋弄出个坟来骗我呢 这小二十年里每年我都给你烧纸钱 你知不知道 坟 你见过我的坟 我真恨我自己 我当年为啥不把那坟全给刨开呢 你去过十七岭坟 你的坟就在那破庙后头 说是和尚把你给埋了 要不是这样 我怎么能断了面下不去找你呢 真难为你了 你能找到那个地方 那里闹土匪呀 和尚是个好和尚 只能是 要是没他呀 我活不到今天 萍水相逢 为了救我念了三天三夜的经 我真的缓过来了 我活过来之后啊 他说要给我做个坟地个碑 好对阎王那儿有个交代 没成想啊 交代给你 小林姨 小林姨 看她干吗 爹 大白天的院子里上锁干什么呀 锁你 锁我 为什么 不锁你还了的啊 背着爹 在什么什么学校里找工作 你是女孩子 爹 我上的是师范学校 不在学校里工作 那能干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说过需要你出去做事了 爹 你看 我也没累着 小师教得挺好的 难道 你心疼我啦 想出去做事 可以到西岩找一家最好的学校 干嘛飞在这种地方 干嘛飞在这种地方 这地方怎么了 我不就是在这生的吗 再说了 这里教师水平低 就需要我这样的人 用不了多久 这里就是前线 日本人要打过来了你不知道 我知道 读书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吗 要是日本兵真打过来啊 我还要上战场呢 胡说 你一个女孩子上战场呢干嘛 我可以组织学生表演节目啊 鼓舞士气 鼓舞 我怎么捣乱了 昨天你捐款的时候 大家掌声多热烈啊 这就叫做鼓舞士气 你走之后 又有几位大老板 都来捐了钱 校长说 昨天募集的钱啊 顶之前半个月呢 多亏了你老爹 对了 我也没有告诉他们 你就是我爹 校长说了 一定要找到这位 出手阔绰的大老板 给你送一面锦旗呢 别再给我丢人了 听听 从今天起 不允许你再出门 爹 我还在这上课呢 你把钥匙给我 爹 小灵仪 小灵仪 小姐 小灵仪 你把门给我打开 小姐你就别出去了 老爷昨晚上真生气 气得是哆嗦 小灵仪 你把钥匙给我吧 我哪有钥匙啊 真没有 真没有 好 我自己想办法 小姐 不得了了 老爷 老爷你快出来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快出来 小 老爷快上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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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小姐 你快下来 你小心 小姐 爹 你等着吧 我从这个墙翻过去 晚上把锦匙给你带回来 你混蛋 谁要锦匙 你摔死你 反正你也不给我开门 我必须再给学生上课 你先下来再说 你 快 门开开 小姐快下来 下来再说 谢谢爹 小姐上梯了 你怎么不拦着 我哪拦得住小姐呀 这丫头 越来越不像话 都是你个怪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特别助理了 这是伟人状 请司令放心 警三定当尽心吉利 不入身边 我还是你的老丈人 那是在家里 在外面 您就是司令 行 好样的 这保定陆进学校毕业的学生 不错 有点样 提过 有没有人去追求 我们的老娘 hm 要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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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好的让他怎么不看呢 三叔 五叔 大伙 那骑在马上的 是我三叔给五叔 刘芬 我三叔给五叔 马上 五叔 五叔 船子 你娘在吗 在 来来来 牛蛋 三当家的 五当家的 娘 李花嫂 我们来接你来了 李花嫂 船子 你娘在家吗 在啊 刚进去 娘 娘 船子 你退后 李花嫂 我们奉师长之命 来接你来了 你总得出来相见吧 三当家的 五当家的 你们快别开这种玩笑了 请回吧 李花嫂 我们真的没有开玩笑 是师长吩咐的 大哥没跟你说好啊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回去吧 李花嫂 李花嫂 我们可是奉命来迎亲的 这 你不上花嫂 我们也回不去啊 是啊 我们跟了大哥半辈子了 没见过他对哪个女人好过 十年前我们就劝过他 让他娶你 现在好不容易 在这大楼镇上又相遇了 几世啊 李花嫂 不瞒你说 这顶十六人台的花轿 那可是大哥让我们别也感人 三当家的 五当家的 你们快别说了 我指定是不能上这台花轿的 快走快走 你们快走吧 这这这这这 回去了 来 李花嫂 让一下 大哥 走 怎么 想我李叔不收 没有先没后拼 我这人不抢救真心 就别怪我了 梁市长 请屋里头说话 弟兄们 都在这儿等着我 都怪我 没时间和你商量一下 以为这样能让你高兴 我这儿跟你赔礼了 大当家的 我不能嫁给你 什么 为什么 我明白了 儿子都长大成人了 娘还要做花轿 是不好意思 是怕人说闲话 我看他们谁干 不是 那你是嫌弃我梁飞虎 我现在可不是土匪了 国民革命军的师长 我还能 不是 那你就是嫌我岁数大了 可你也不是小姑娘呢 我梁飞虎一声未娶 配不上你啊 不是 什么都不是 那就是不好意思 来 我抱你上滑酒 我 你 大当家的 别出门 你就是不好意思 不是 早晚得出门 敢早不敢晚 我 我 再等会儿 就这样 再等会儿 你哭着 你哭着 别哭 我梁飞虎又不是抢亲来的 大当家的 我铁里花四十几岁的人 还能被你抱着一抱 我死得都止 你放我下来吧 不 我把你抱到花脚上再放 我不能嫁给你 放下我 对不起他当家的 我真的不能嫁给你 为什么 你对我的好 我来生在包打你 可这是为什么 可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如果我们再能相见 我就会用十六人抬的大叫来接你 现在笑子就在门口 你不认账吗 我认 可是 他还活着 谁 刘天资还活着 刘天资还活着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你不是亲眼看过他的烦吗 可他确实还活着 可他确实还活着 就在大罗阵 我昨日见着他 我跟他在坐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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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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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梁市长今天要取铁梨花 乡亲们 倒霉的弟兄们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咱们不能让咱们俩在屋里高兴 跟我一块儿喊 请新郎新娘都出来 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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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什么呀 没看娘不高兴 师父跟娘呗 什么呀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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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子兄弟 不要在这儿乱说 什么新郎新娘子的 没这么回事 弟兄们 父老乡亲们 是这么回事 十年前我和黎华嫂打了个赌 说十年以后如果我们能相见 我就输他一顶大花轿 黎华嫂可以用这顶轿子 给他的儿子娶媳妇 今天我们终于相见了 我梁北虎愿赌服输 是特意来送轿子的 黎华嫂 请出来奄奄轿子报 这轿子可真漂亮 梁市长 谢谢了 告辞了 市长 十六人抬的大轿 可不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大轿子 我总觉得那个梁市长 是要用那顶大轿子去取梨花婶 好 黎华嫂 黎华嫂 爹 黎华嫂来了 我可以 富二姑娘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跟你爹说 好 柳华嫂 刘天赌 你得娶我 啥 我可顾不起十六人抬的大轿 那你得娶我 我那啥娶你 我连两个人抬的轿子我都顾不起 我顾 明儿个你就搬到我那去住 那成啥了 那叫我娶你呀 那你说咋办 要不今儿个我搬你这来住 我闺女住哪 二十年了 你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你耽误了我十六人抬的大花轿 你得陪我 我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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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过年 我多写点大字 多卖点钱 先给闺女攒点嫁妆 嫁个好人家 白年过年 我再多写点大字 再多卖点钱 我值班好聘礼 我就娶你 一句话幼稚了我两年 你是什么东西啊 眼睛也瞎了 头发也全白了 幼稚我两年 你说啥 我头发全白了 你昨天不还说 我一根白头发也没有吗 老天爷呀 既然年轻的时候不让我们俩在一起 为啥今天又把两人往一块儿走啊 妈 我头发真的全白了 白了 你说 你说这要下雨咋办 得找个大毡布给它盖住 是 是什么是 那你见过那么大的毡布吗 我最担心的不是这个 你想 这还没等下雨呢 那半夜小觉花子就得钻进去睡觉 都可在弄脏了 这得找个人给它看着 好了 看见你坟那年 我还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眼泪了 这攒了二十年 又有了 哭出来就好了 我也不恨你了 你还是恨我吧 恨你有啥用啊 能回到二十年前吗 能回到二十年前吗 要是不认识你就好了 我在照复当吴奶奶 有吃有喝的 也挺舒服 都是我对不住你 你 报应 谁知道我上辈子做了啥不该做的事啊 好了 今天哭了出来 这辈子我也就不再想什么了 我说 你还是搬到我那儿去住吧 过些日子天凉了 你这儿就没法住人了 我总得 先给闺女找个人家不是 你竟瞎琢磨 还指望过年卖大字 给你闺女挣嫁妆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现在兵荒马乱的 谁还买你的大字唇脸啊 可是我出来写字我还会啥呀 谁让我捡了个闺女呢 幸好你捡了个漂亮闺女 要是个丑八怪 我也帮不了你了 你咋帮我呀 把你闺女收给我儿子吧 我不要你们的嫁妆 还给你们送聘礼 以后让你女婿给你养老 那感情好 那我先问问你 你准备把我闺女 说给你哪个儿子 是机灵的那个 还是汉氏的 我两个儿子都喜欢你闺女 关键 看哪个肯让了 我会没有 我去哪个儿子 我去哪个儿子 快点儿子 精灵的这个人 兵荒马买 我去哪个儿子 都要寵荒马乱 给她拒处啊 那可就远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多少月圆缺 当也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多少月圆缺 心慢慢融化不再如天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多少月圆缺 当也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多少月圆缺 心慢慢融化不再如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